大家好,我是千一峰,欢迎到千一课堂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开始讲江中心里面的G43H的使用 那么这个内容的话,我们直接在计创里面讲,是讲不清楚的 所以说我们要先讲一节理论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理论讲完之后呢,再到计创里面去进行实战 因为G43这个内容有多种方式可以进行实现 所以这多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也通过计创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 给同学们进行体现出来,让大家知道呢,多种G43H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接下来讲G43,G43呢,H呢,它是一个长度补偿 可能你同学不理解长度补偿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X,这个区域呢,是Y,这个位置呢,是Z 这个位置是弓箭的X0,Y0,Z0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加工的一个弓箭 这个弓箭,我们自己拿下来啊,先简单画一下 OK,这是弓箭 那么通过四面分钟顶为0呢,我们就可以让一号刀 这是一号刀 那么这个刀呢,有这么长 有这么长啊,那通过一号刀呢,去对这个Z0 那么在G54的一个体现呢,那么XY是机械坐标嘛 那么Z呢,这个值呢,也是一个机械坐标值 是吧,如果说我们要用到,用到这个G43H呢 那么我们的第一种方法,我就讲一个第一种方法 等一下到里面,基础里面再去讲多种啊 第一种方法,那么Z这里我们是设为0的 就是,它有一个机械坐标值 是不是,XY通过相对坐标 或通过功能模块啊,进对好之后 它的一个值呢,可能是-250几啊 或者说-400多多少啊 或者说500多啊 然后Y的话可能是270多啊,或者等等的啊 这是一个机械坐标值的一个位置 那么Z这个区呢,我就把机械坐标值 这个区,我就设为0 是吧,我就把这把刀距 的一个0点 对到这个区的一个距离啊 是吧,它所得到的一个机械值 机械坐标值,我输入到 长度补偿H01里面去 比如这是1号到T01 我就补到1号里面去 那么这个,所得到的机械坐标值 比如说是-435点几 对不对,我就补到这个里面去就好了 那么最终的一个成型呢 就是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G90,然后呢 G40,G49 G80 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G91,这样,G28 G28,Z0 对吧,然后再是 G90,我们的一个 G90 G54 然后呢,G0 X多少,Y多少 对不对,再接下来就是 G43,Z多少 然后呢,H01 那么这个Z的这个值,比如说我输入50啊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那么这个G43,H呢,它就会把这个 这个长度补偿有什么用呢 目的是实现自动化 自动化 自动化,自动化 也就是,比如说我还有一个2号刀呢 比如T02,它只有这么短 它只有这么短 是吧,比1号刀还要短很多 短很多 那么这个区域的数值 那么可能它的H02 这个Z呢,可能是 -485点几 对吧 那么这是它的H02的一个高度 就是你这把刀具 通过10个大的一个 刀棒 对完之后 然后在这个H02里面 设置一个Z0 就是设置一个当前值 当前位置 然后把这个值进行输进去 那么这是H02的一个高度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的一个差值 就是这两把刀具的一个不同高度 是吧 那么这个区域如果变成H02呢 那就相当于2号刀 它的一个位置了 就是说你不管是长刀和短刀 是吧 那么它的一个Z50的位置 都是在一个平面 那这样的话呢 我换1号刀加工 换2号刀加工 是吧 我都不用去对 这个Z0的位置了 就是你换完刀之后 我Z不用对了 不用对了 它会自动把 你用1号刀 它就补1号刀 你2号刀 它就补2号刀的意思 理解一下 说这是G43的一个原理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理论的话呢 讲的不是非常非常的详细 但是主要让同学们 明白它的作用 主要是实现自动化 多把刀进行自动 补到你的G54里面去 对吧 1号刀是这个值 2号刀是这个值 理解它 好吧 这个G43的一个H内容呢 用的是非常多的 你做一些自动换刀的一些产品 肯定会用到它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 用一把刀 你第二把刀 从进去对它这个Z值嘛 这就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一次性呢 把我们所有要用的刀具 全部对出来 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刀库自动化 然后现在我每把刀 我都不用去对Z了 都自动把这个值输进去了 它就自动把这个高度补偿呢 算进去了 这么个意思啊 希望大家能够去明白 可能现在这个内容呢 讲的稍微粗糙一点点啊 但是没关系 后面我们有机床实战 再去融会贯通 把这个热点去理清 好吧 希望同学们能够去明白 能够了解小伙伴啊 记得下方评论区点赞加关注 想学编程可以找我 拜拜 凝取这一系列的一些图文表 还有我们那些参数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里面呢 包括我们的这种挤压罗文的一些内容啊 挤压罗文啊 是一些要求 一些设置 是吧 也包括呢 我们再进行小化料啊 包括呢 我们的一个公查等级 然后一些音质罗文的一些查表 包括我们罗文规格大权 音质的呀 音质罗文的一个规格表啊 全部都有 对不对 你要查什么罗文 查音质查管罗文 还是查我们的一个 公质罗文啊 都能够进行查到 也包括我们的底孔啊 然后标准的一个手册啊 全部都有 好吧 然后呢 需要小伙伴 可以在项目评论区啊 评论啊 我要资料 就可以拿到这一套 我们所有的这种罗文 相对应的一些表格了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编程罗文就不用筹了啊 资料全部有了 好吧 那么记得 免费的小翁星 点赞走一走了 好吧 那么感谢大家